文化APP 深入的介绍 日志时代台北的各种生活的样貌 让听众朋友可以更了解这块土地 而今天我们就要从当时的流行音乐说起 告诉你 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 是什么样的声音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特别来宾 就是写这本书 里面的时代的声音的松信渊 信渊要不要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 大家为声好 嗨大家好 介绍一下这首歌 这个是那个纯纯唱的望春风 应该算是日志时代最有名的歌之一 哇这后面影响台湾人非常深远的一首歌 不过先介绍信渊好了 这个我看一下这个资料上面讲说 信渊听的原来不是台语歌曲吗 对不对 对我平常喜欢听独立音乐 地下音乐还有摇滚音乐 品味相当的独特 不过除了这个品味独特之外 他也是玲珑山短篇小说的小说奖的得主 连这个也讲 是是是文笔应该非常好啦 因为我看那个书的 这个你在介绍的那个情境 可以看得出来 你非常会营造这个气氛 谢谢 那不过呢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时代的声音 当时的流行音乐 我们刚听到的是望春风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首歌 能不能提一下 就是说之前的台湾 没有这样的流行音乐吗 在那个时代之前 对因为在那个时候 因为像这样子的歌 它是受到了西洋音乐的影响 可是在那之前 台湾人听的大部分都是戏曲类比较多 就是像歌仔戏 或者是南管碑管 就是主要都是罗古典 或者是一般的 一般的就是中国乐器 所以是地方戏曲为主 对不对 对 所以没有这样的歌 其实这种音乐 对我听起来来讲 我就觉得好像日本味很重 但是事实上应该是台湾味 对不对 对在那个时候 应该说这个东西 反而是很西洋的 是非常西洋的 对 OK好 不过呢 很有趣 推动台湾当时的流行歌曲的 这样的一个氛围 好像是日本人跟台湾人 这样共同推的 对 是怎么样一个状况的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状况 其实就是日本的唱片公司 他们想要经营台湾人市场 因为那个时候唱片卖也比较贵 所以台湾人大部分买不起 那他们就是觉得说 如果台湾人也可以买唱片 如果可以吸引台湾人来买唱片的话 打开这一片市场 就是他们的 可以赚更多钱 所以他们就花了很多力气 去不断的尝试一下 要做出怎么样的音乐 台湾人才会喜欢 然后就是在经过很多次尝试之下 就变成了 所以就是创造出了 我们现在知道的 就是望春风啊 渔夜花这些经典的台语歌曲 不过那个时候你刚刚说 这个是实验嘛 它的第一首实验的作品 是什么作品呢 它其实经过非常非常多的实验 我们现在那个比较常听到 应该是那个桃花气血记 不过那个时候蛮有趣的 这是一部电影嘛 对不对 对是电影 而且是上海的电影 对 但是它是用台语的歌曲来promot 来做宣传 对 而且搭配的还是西洋的乐队 所以就是你刚刚讲说 是西洋乐队这东西引进来的时候 是跟以前我们就是专门听歌仔戏啦 那种传统戏曲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嘛 对 所以这让台湾当时有引起相当大的轰动嘛 有 在台北就是当时就是几乎大街小巷 大家都会唱一两句的程度 所以就是桃花气血记嘛 对 所以这首歌应该很具代表性 OK 所以我们就来听听看 这首歌当时是怎么样引起轰动的 我们再听听看 对 是 是 是 有 有 有 是 這大概是1930年出頭的那個時候的音樂,這是從網路上面轉錄下來的,你會覺得他嗓子怎麼破破的,其實是因為這個年代真的非常久了啦,OK,所以基本上呢,就好像剛剛信淵講的,西洋樂隊,但是它有一個很獨特的就是七字歌, 都是七字一句的這樣子,非常有趣喔,不過講一下好了,這就是那時候典型的這個所謂的台語,新台語歌曲,對,所以這是它的兩個比較大的特色這樣子,呃,七字調它其實還有一點當時歌仔戲的那個風格在,因為像他,我們聽這個唱歌的人,他其實還是有,因為他原本,這個歌手叫純純,對,他也是唱歌仔戲出身的,所以他的唱法也還是有一點那樣子的影響在, 是,所以他也把歌仔戲的唱腔帶進來了,對,哦,七字調算是,這個時候還算是,被傳統戲曲影響比較深的,是,到後來就會有越來越多,可能是學生樂的女歌手,她也會來唱,她的演唱方式就會也不太一樣,是,不過這個時候應該是當時的主流啦,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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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最特別的啦,齁,不過因為這首歌,您剛剛講嘛,齁,造成,應該是萬人空巷喔, 我看那個女書裡面寫說,就是在那個唱片公司下面啊,因為大家買不起嘛,嗯,所以呢,就好像以前我們那個時代,就是說,買不起電視,大家都看到有電視,都全部站在那邊看,對,真的是那樣子,是,是,就是,大時候那個就是,大,那,大家都是站在那個唱片公司下面,聽他放那個,就是唱片,嗯,大家都還圍在那邊聽,對啊,也是他們的廣告,就是,火廣告,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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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非常有趣啦, 不過你剛剛提到嘛,就是說,就是一個日本人,跟台灣人共同這樣子把它蓬木出來的嘛,嗯,嗯,對不對,欸,我們談一下那個日本人好不好,這個叫做,火野正次郎,對不對,嗯,嗯,嗯,OK,那能不能幫我們這個介紹一下,欸,他當時是怎麼樣一個,狀態來推這樣的台語歌,他那個時候,欸,因為他算是那個時候,剛接手這一間唱片公司,是,所以他剛接手之後,他算是,蠻有野心的,嗯,嗯,就是他,嗯,他想要開創台灣市場的時候,他就會去,就是, 就是,他,其實在桃花汽血記之前,他其實就有,發行過,就是像客家三哥,哦,OK,就是之類的,之類不同的,就是,台灣民俗的,唱片,可是那些東西就是,銷路比較沒有那麼好,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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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了桃花汽血記的這個時候是,那個,桃花汽血記是,大道成當地的台灣人,是,他們,他們,他們找人,就是他們做,他們為了宣傳電影,所以特地就是找人來那個,就是自己,自己寫詞,然後找人來唱,是,然後為電影宣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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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首歌紅了之後,桃花汽血記就是,這一世,發現大成功之後,他就知道說,哦,這個東西就對了,嗯,嗯,嗯,就是找台灣人,然後台語歌詞,然後找西洋樂隊,這樣子的元素,是台灣人喜歡的,是,所以他就立刻就是,趕快找了幾個人,找了幾個人,找了幾個人,他覺得非常不錯的台灣人, 做詞,做曲人,還有歌手,然後就密集的訓練他們,然後就,等到訓練完成之後,就一口氣,載到,就是搭船,一起搭到日本,哇,那時候,錄個唱片要跑到日本去錄製啊,對,日本,欸,台灣也有錄音室,是,不過日本的錄音室,當然是品質一定比較好,而且樂隊的品,樂隊的素質也會比較高,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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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時候啊,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呃,剛剛講的,望春風嘛,對不對,嗯,李凌秋,然後都作詞啊,還有這個,呃,周天望嘛,齁,嗯,就月夜愁, 然後,當然作曲大部分都是鄧雨仙,對,來,來這個,來這個,來這個掌舵啦,齁,那個時候就是,欸,這一群人啊,就好像現在的那個,一組人馬,齁,欸,不得了啊,就是,整個就帶齊了台灣,哇,唱片經濟啊,不得了,用現在的話語來講的話,不過當時呢,其實呢,對於這些流行歌曲,因為非常紅嘛,有些文人,好像也基於,他們可以在第一線有一些啟蒙文化的,這樣的一個想法,對不對,嗯,對,那是什麼樣一個情形呢,哦,這個的話, 他代表的人物應該就是陳君玉,是,因為他那個時候,地方上有非常多文人,因為大概,就是,到30年代的時候,大家覺得就是,就是,武裝抗日已經行不通了,嗯,嗯,所以大家就開始,轉用文化抗日,文化,是,對,覺得應該要讓大家就是,要讓台灣人感受到新的思想,嗯,嗯,然後自然而然就會覺得說,我們應該要就是,就是,比較,就是會有新的思想,會比較那個,能夠,欸,比較台灣啦,是,是,嗯,嗯,而且也比較容易被接受,對不對,對, 嗯,這有點像後來啊,我們這個唱梅花那種感覺,對不對,嗯,對,的確是,就是用,就是用這個流行歌曲來包裝一下,我們那個,那個愛國意識,嗯,不過他那個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流行歌曲來包裝那個時候,他們想要傳達的一些意念,對,他們自己認同的理念,對,嘿,不過呢,這樣的做法有成功嗎,這樣的做法,其實我們要說,有沒有,在當時有沒有成功,其實不太好講,是,不過,我們後來的人,就是看到他們當時的作品的時候,就會發現,其實當時有,有人在不斷地, 真的做這些努力,那他們做的努力,那他們做的努力,有沒有實際上改變什麼,其實我們,不會,不會很清楚的知道,但至少我們,隔著遙遠的時空,我們就感受到了,就覺得說,嗯,對,反而是,好像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才被,被激勵的還更多,是,呵呵呵,不過呢,因為他們就是要做這樣的一個,呃,牡利嘛,所以那我記得,你書裡面有提到說,他們有召開一個什麼,全島歌人大會,對不對,嗯,對,不過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了,對,哈哈哈哈, 所以,到底那時候為什麼呢,是因為戰爭的關係嗎?呃,全島歌人大會,那個時候,他們也是,的確是一個,抱著非常大的理想,要,去,召開的大會,沒有錯,不過,至於為什麼沒有開下去,其實,沒有什麼記錄留下來說啦,不過,當然就是,因為牽涉的人太多了,然後,方向也不太一樣,再加上這個東西,畢竟主導它的是唱片公司,你,實際上音樂人,你要去, 干涉,你要去發揮力量,大到干涉唱片公司的,方向,那其實是有點困難的,是,然後再加上之後,也是因為戰爭,就,這些事情很快就突然,斷掉了,呵呵呵呵,不過你剛剛提到就是說,希望用這個,流行歌曲嘛,希望,有一點感覺像是,文藝載道啦,就是說,希望裡面能夠傳達一些精神跟力量,欸,不過後來,因為我剛剛提到的是,1930年出頭的歌嘛,1936年,我看到你就寫到,有審查制度出現了,對於當時的流行, 流行歌曲的發展,好像是給予一個很大的打擊,嗯,對,因為審查制度的話,因為,那個時候,他們要,如果要錄好一點的唱片,是,他們就必須,他們必須,把人載到日本去,然後再載回來,嗯,然後就算沒有的話,就是,因為他們母公司在日本,嗯,所以,一個唱片要發行,它其實,就算你人不,就算你人不搭傳過去,你的,東西,文件啊,唱片也是,要來來回回, 就跨海來回好幾次,所以那個成本是很,發行唱片的成本,其實是,是很大的,那要是你,一個唱片錄好了,但是政府跟你說,不行,這個不能發行,那那個東西,你畫在上面的成本,就全部都,白費了,嗯,所以當時的唱片公司,當時,當審查制度出現,然後它之後越來越嚴的時候,這個東西,唱片公司自然就覺得說,那我們不要做,可能會被, 審查的東西了,就發安全的,發安全的日本歌,或者是西洋歌就好了,是,所以這也對當時的流行音樂發展,會給予一些限制啦,齁,不過,而且一些戰爭,剛剛有提到嘛,齁,戰爭爆發之後,齁,欸,這些流行歌曲,齁,反而有的被改了歌詞,對,哈哈,而且後,後續很多人可能,連原來的這些歌,齁,剛我們聽到那些歌的,原來的歌詞,通通都沒有聽過了,嗯,那是怎麼一回事呢,因為那個時候,因為, 要戰爭嘛,是,然後他們要戰爭了,他們就不能讓台灣人覺得說,你是台灣人,就是說,台灣人就是日本人,所以我們就是,都是講日語,然後就是服從天皇的意志,要代表日本去,向國外那個打仗,所以他們就是,當然就是選就是,最耳熟能詳的曲調,像是,像雨夜花,像是望春風,嗯,嗯,就是選大家最熟悉的曲調,但是幫他填上,就是,呃,鼓勵大家去戰爭,或者是,配合戰爭的時間, 其實寫的,呃,可能是,男性要去打仗,他們覺得意氣風發,嗯,或者是,妻子要送,要送丈夫出去打仗,填上這樣子的內容,所以就變成日本版,這樣子,對,台語歌的日本版,嗯,這樣子,那時候,後續,後面聽的人,就,會不會覺得有點怪怪的,因為我們好像,現在後來都聽不到這樣的,這樣的版本了,欸,YouTube的找,其實應該還是找得到,還是找得到,嗯,嗯,OK,好,不過呢,這個,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 一定聽了,一定會覺得怪怪的,是,戰爭之下,因為我們在聽台語版的,是在聽太多了,而且有各種不同的改變,啦,齁,戰爭之下,有很多不可能的事情都會發生,嗯,不過,因為也這樣受限發展,齁,所以那時候的歌手,其實也,像純純,嗯,後來好像也就,沒有再繼續唱了,對不對,對,因為他,他主要的,他主要沒有再繼續唱的原因,是因為他,後來就是肺結合,哦,OK,對,重病,然後他在戰爭, 結束之前就已經過世了,是,是,是,哼哼,能不能講他一下一聲,我覺得對於,這個第一位,能夠引起,哼哼這麼轟動的女性歌手,感覺相當的好奇,哦,呃,他的生平,其實滿喘起的,是,處裡面沒有辦法寫太多,不過,因為他,其實就是小時候,就,根據他的那個,其他的朋友就是,之後的,事後的回憶,是,就是說,他是一個,個性很強的女生,他小時候就是, 他们家是在那个舞台 在戏台对面卖面的 然后他就是小时候很喜欢看戏 所以他就跟他爸妈说他要去看戏 他要去学唱戏 给他爸妈当然不会想要让女儿去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说 唱戏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低贱的行业 所以他当然希望女儿好好念书 可是孙子他就辍学去学唱戏 而且他学唱戏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师父教戏很严格 所以他在学 他在学唱戏的时候 他其实一只眼睛是一只眼睛瞎掉了 所以他有一只眼睛是假眼 然后他之后就是被唱片公司发掘去说 这个人他不只可以上台语歌 不只可以上歌仔戏 他搞不好也可以来唱这个新的流行歌 所以他就被发掘过去 然后被包装成一个台湾第一位女歌星 就是一个偶像等级的存在 然后一路就是成为一个好像 我们现在想起来有点像国民天后的那种感觉 是 不过对啊 不过到最后还是 就是他自己还 就是算是 明明已经算是事业蛮成功了 还自己开了 还自己开了一间咖啡厅 是 可是他还是想要找一个好老公 是 安定下来 就是一个很 可能受到当时日本的文化的影响 是 就是认为一个女性就是要安定 可是 即使如此他还是找不到一个 他找到真正喜欢他的人的时候 他还是会被 对方 被男方家长觉得说 这个人不过就是一个唱歌 卖唱的女子 是 他要怎么能够跟我们们当户对 他找到那个人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 日本人 他最早跟一个在 也是 好像是师范大学的 的大学生谈恋爱 哎呦 可是被男方家长就是 挡下来了 嫌弃 反正他之后还是嫁了一个日本人老公 是 然后 问题是那个日本老公就是 有记录说他结婚 那个日本老公结婚之后 有点 好吃懒做 所以也不是一个那么值得依靠的男人 而且他还患有肺结核 OK 所以纯纯就是为了照顾他 所以导致自己也染上肺结核 所以他的老公就是 他照顾他老公 知道他老公因为肺结核过世之后 过没多久 纯纯也因为肺结核 就是自己也过世了 是 被他的嗓子因为肺结核的影响 受伤了 对也坏掉了 是 哇所以这 我们第一代的国民天后的 这个感情路好像非常不顺遂啊 对啊 就是他是 他现在在我们来讲 纯纯会觉得他是一个 象征新时代新思想 传播新思想的女性 可是他的 她的人生其实追求的还是一个 蛮保守 想要只希望安稳一点的人生 就是 就是我们对他的崇拜跟他个人的形象 对还是有落差的 因为他那时候的歌词里面啦 都充满了对于那种新时代的想望嘛 对不对 但是就是说 没有想到唱这首歌的人 还是最后一样 还是比较想要回归保守的家庭生活 不是就是时代的命运跟捉弄啦 不过你自己看 就是说这整个就是 怎么讲台湾 当时台湾人利用歌曲来反映时代的精神 你觉得有没有延续到今天呢 其实这样的精神其实一直都存在着 就是不过中间当然是曾经断掉一阵子 因为中间有一阵子那个 对于歌曲的审查比较严格 但是在那个时 即使在那个时候 还是会有很多人觉得很焦虑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唱 要有台湾应该有自己的歌 我们应该要去寻 不能够一直就是唱西洋歌曲啊 或者是就是把日本的歌曲拿来唱 所以到70年代的时候 大学就唱自己的歌 李双泽他们就出来了 然后李双泽他第一个出来跟大家说 我们应该要唱自己的歌的时候 他唱的其中一首歌也是 应该是月夜丑 就是也是30年代这个时候 最早出来台湾人他们 就是台湾的流行歌 是 所以这样的精神是流传过来了 不管是像刚刚提到的说 不管当时有没有成功 但是至少这个精神是流传下来 而且在每一代都有在翻新 直到接下来的岛屿天光 也是那种感觉 对不对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 到太阳花也是一样是如此 问如何 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时代 透过信冤的研究 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 这个时代的声音 如果你有兴趣 也不妨还去读读这本新书 百年不退流行的 台北文青生活案内提 来看一看 体验一下当时的文青生活 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信冤 也谢谢他这个 来帮我们做一些分析 希望下次有机会 是可以听你分享 你的文学创作 好谢谢 好谢谢心缘 好谢谢心缘